哇,太好吃了 今天早上带孩子去医院回来 路过星巴格 娜娜说妈妈我想吃蓝莓蛋糕 一看价格我就懵逼了 一个蓝莓蛋糕要20块钱 我记得上市在另外一个地方买 塞10块钱一个 所以我决定自己去买 塞塞回来自己做 说到这个事情呢 我就想着之前有很多粉丝问我 玄妹,你在越南娘家那么有钱 为什么还回来中国呢 其实我们的人生跟这个蛋糕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在星巴克里面卖的蛋糕比外面还要贵很多呢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 一个人有没有杂志在于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 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来中国而是在越南 那我这辈子也不知道手机上也可以自负 这辈子也坐不上高铁 也体验不到坐地铁的感觉 如果当年我选择在越南 结婚生子 我现在也有一个贫富的家庭 但是我永远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的发展 有怎么样的变化 永远在我闷那里的村里面 一共炸起来都不到10万人 但是我现在在中国选择硕士媒体 我的粉色一共有十多万人 比我们村里的人还要多 所以我觉得只有在中国 谁能把我人生的杂志提高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们现在的选择 考大学还是放弃考大学 出来打工 对你们以后的人生杂志 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们现在考到一个好大学 那以后你们也有很多选择工作的机会 所以现在努力学习 也是为了以后提高自己的人生杂志 就像这个蛋糕一样 同样的做法 同样的食材 但是如果在马路边上卖的 它的杂志只有10块钱 但是在星巴克里面卖的 它的杂志就要提高一倍 要20块钱 我今天也给我女友说 你要以后你的人生 像在星巴克里面的 这个蓝莓蛋糕一样 还是像路边上的蛋糕一样 如果你想你以后的人生 像星巴克这个蛋糕一样 那你要努力学习 你可以选择放弃学习 但是以后你的人生 就是像路边摊卖这个蛋糕一样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做这个蛋糕的做法 我也是在公屏上给大家分享出来了 大家如果想做的话 也可以按照我这个做法来说 很简单的 也是很快的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